我们那个Month CAI 会用到一个就是 这个中瓜湖里面放了总共会有 12个月加一个空的 因为要避开那个零 所以我们就是1到12月 那刚好从里面这个Month Stream的话 就分别就可以抓到 这里没一个没一个没一个 然后呢 将来的话就可以显示起 所以我用执行之后的话 它Random Range会帮我 产生1到12之间的乱数 然后利用它产生的乱数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Month Stream里面的中瓜湖 比如说乱数产生假如说 它可能出现一个比如说9 那9的话就放在这里面 Month Stream的中瓜湖9 然后就帮我们去这个清单里面找到这个Stamber 那就把这个Stamber的四串怎么样 帮我放到这个地方 跟前后串接在一起 那串接在一起之后 它这个Input 所以是问题为什么什么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输入的资料 比如说我输入 假设我今天输入个8好了 OK 所以8特别注意 它因为是Input 所以会变成这样子 那我需要什么 把它转为Rnt之后就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 或者eValue也可以 eValue就把这个拿掉 OK 然后再用无穷回圈 到里面比对一下 两个是不是一样 9跟8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就答错了 继续回答 是不是再回答一次 如果继续假设输入9的话 9如果两个相等 那就答案正确 break就跳离了 这个是之前逻辑应该还记得吧 其实并没有复杂 那只是说呢 假设我今天 希望把这个逻辑怎么样 把它改到VBA的话 比如说July July我虽然输入一个8 答错了 那如果输入对的 答案正确就跳离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东西 转移到VBA撰写的话 OK 这样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解决第一个问题 List 这个清单部分 那如果说在那个Excel里面 它有一个优点 什么优点呢 这个清单怎么样 你可以实际上放出春歌里面 也就是说呢 以后 你可以把清单想象成什么 Excel里面的某一栏 你就把它放下 那另外的话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你只要输入一个什么 July 然后再往下拖拉 1到12月就OK了 OK 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建那个清单的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建清单 你可以 记得好像在档案里面吧 它里面有一个是什么 水项吧 里面好像可以让你载入清单的 功能我有点不太记得 在进阶里面是有一个可以放清单的 是不是 然后你可以在自行载入那个清单就OK了 自定 对一般是不是 OK 再往下吗 自定清单的功能 一般有有有有 有没有 对在这里 OK 怎么那么熟 这功能其实没有常用的话 真的会容易忘记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里面有这些清单 比如说它有那个 这个是星期一到星期天 然后如果说这边里面没有的话 像它里面放的就是礼拜几 然后几月份等等的 还有那个十二生肖 跟那个执手银帽这些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再贿入 也就是如果里面没有 以后你上下拉才会有 不然的话它不会这么产生 因为这个功能其实真的比较少用 这大家会用的话很好用 OK 好 那我们已经有了之后的话 就把它下拉 这样的话就等于就是 下一次 我要抓它的话 我要抓这个清单的话 其实 就可以用刚刚的Sales 有没有 Sales 如果你要抓第一个的话 那就是1.A 有没有 就抓到第一个嘛 第二个就2 EaseLay推 那也就是说 只要我塞一个变数给它 是1到12 就是乱数 那就可以抓到我要的出生根 那其实就等同于 这边的意识是一样 只是说呢 这个方式是放记忆体 这个是实际放A栏里面 是看得到的 但未来如果说 老师那放这边会被看到的 你干脆放很 边缘 你完全不要让它知道 放哪里都没有关系 OK 这个我觉得是变通的方法 只是说因为我们练习 至少要让大家知道 也就是以后你那个串列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 就是EaseL里面的A栏 这样子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要怎么样把 这个东西写成VB 我已经写好了 其实也大概花了一点力气 那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也就是我将来 当然我把旁边加一个按钮 这样感觉会比较有 有那个Fu 就是按一下它 它就开始 那就加Mind CAi好了 当然我们第一阶段就是用Input Box 加配合那个Match Box 按一下它 诶 问题为这是几月啊 诶 怎么又是Juline OK 随便输入5月好了 Enter 答错了 那如果我输入正确的 7 Enter 会不会跳出呢 答案正确 就跳离了 诶 不一样嘛 对不对 只是差别一个是在那个Python 一个在VB 其实两者我是觉得没什么差 只是说呢 与法稍微不同 所以以后的话 你尽量两边都可以相通 OK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达到左右风源 所以尽量 有些东西的话 多一个 OK 那接下来的话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 插入一个Mardule 因为我要有别于刚刚写的 不然太乱了 我刚另外又插入一个新的Mardule 你可以插入另外的独立Mardule 然后再插入什么呢 再插入一个叫Mence CAI的这个 就是SUB 有没有 就是叫Mence CAI的按确定 再来的话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头绪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干脆拿这边的程式 直接把它控制一下 其实顺便比对一下 这样我觉得你们会写的 比较有那个Fu 但贴上之后一定会发生错误 哪些错误 因为都完全不一样 那我的习惯是把这些怎么样 先注解一下 这边有一个工具 按右键 编辑 像在Python里面是Ctrl加斜线 可是在VBA想说老师那怎么把VBA这个范围整个像Python一样 很简单嘛 前面加单引号就可以 不过 你变成你要慢慢加 太累了 如果要解除的话 慢慢解除 所以教各位一个快速的方法 这个编辑工具列 假如出现的话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使成事变注解 你只要选取这个范围 按一下 OK了 有没有 那如果要把它改回来的话 再使注解还为成事 OK这样就OK吧 那写不是很愉快吗 对不对 如果你不会这个功能的话 我看你这很头痛 成事这么一堆 因为有的时候 你需要参考 但是你牵上去又乱七八糟 你又要注解 你要又要花时间 不如怎样 你就把这个工具列叫出来 然后把它注解一下 OK好 那我们就是 参考上面的来写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怎么样 我们要 先产生一个乱数 因为清单我们已经有了 清单是放哪里呢 我们清单是放在Excel里面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像那个 那个Python里面 OK我现在是放在这个Sales里面 那再来的话 我要第一个产生乱数 乱数特别注意 你可以用一个叫random的 所以我们假设 比如说这个曼时等于后面这一串 如果要改的话 可是特别注意 因为曼时这个名称 在VPA里面是一个函数 所以你不能用这个当变数名称 但那个Python那边是OK的 因为它没有 所以我这种名称 你尽量要加个底线 roll好了 就是我要产生是在第几列 因为我刚好这边第一列 第二列第三列叫monthroll 等于什么呢 乱数帮我取得一个 特别注意 乱数取得我们在Python是这样 random.random range 可是在VBA怎么取得呢 VBA 如果你不会点有没有 有个叫rnd的 rnd d OK 这个 那rnd的话呢 里面 如果你不会的话 按F1 我前面讲过嘛 如果不会看一下 他会跟你讲说 他会帮你产生什么呢 他会帮你产生的值就是说 这边有注解 这边最关键在这里 他会传回一个小于1 但会大于或等于0 也就是他会最小是0 最大是接近1 但是不会是1 所以如果他这样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产生什么 1到12的话 我可以先乘上12 那乘上12之后的话 最小一定是0 那就是 0乘上12还是0 那最大是多少 0.999乘上12 那就是11.999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做一件事情 习惯上加一个INT 什么意思呢 把那个小数点去掉 0还是0 11.999 就变成11了 所以是0到11之间的乱数 OK 应该可以看懂吗 可是我要是多少 0 我要是1到12 现在是产生0到11 那我怎么做呢 加1不就好了 OK 懂的意思吗 这种方法 以后反正VBA 或者是以后你写其他语言 像那个什么 Java也是一样 Java也是会有一个 有一个函数 名称好像叫RAND 我也很忘记了 你们可以查一下 或者其他语言都有类似的 它也是产生0到1之间的乱数 那你还是要用同样这一招 通常是会先用INT 先把它去掉小数点 再加1 不过以后可以这样记 1到12 所以是不是以后可以这样改一下就好 对没错 所以如果你要从哪个数字开始 你就加多少 你要到哪个数字呢 你就添多少 所以以后如果你忘记 把这一段可以把它放在你找不到的地方 以后贴过来改一下就好了 就是这样 所以1到12我们就产生了 好第一步完工 第二步的话让它输入 输入一个M 所以我们这边 假设我这一行 input 所以一样是转型的话 用CINT CINT 然后再来的话input 改成input box 对不对 然后问题为 这边的话就不是mine stream 而是放哪里呢 放sales 刮胡 那第几列呢 不是中刮胡 D 曼时 Row 底下 Row 然后逗点 逗点A 就是你动态的去帮我去那个里面抓一下 假如说它回来是1 那就抓这个genery 过来 如果是2的话就这一个 意思类推 后面的话加号 请你把它改成m的符号 OK 那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大的差别 前面有讲过 那只是稍微改一下 另外刮胡 刮胡 你看一看 OK 所以这一行改完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让它跑个回圈 那特别注意 在那个Python里面是用File回圈 其实在VPA里面也是用那个回圈 不过我前面有用File When 可是它没有ExistFile Do File才会有ExistDo 就是可以有那个break这个 所以这边可能要改一下用Do File回圈 DoFile E 这样就可以了 DoFile E E的话意思就是一直进到无穷回圈 那后面打一个loop loop就回圈 然后呢做什么呢 如果 if 什么呢 那个M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就好了 在VPA里面不用两个 那个Mans 底线R 如果它 这个两边是一样的话 空一个rem enter 两下 打一个else 反之就不是 再enter两下 打一个endif 然后做什么呢 欸 跳出讯息 它上面是用print 我们用mesh box mesh box 刮符嘛 然后呢 答案正对干脆 直接复制它就好 这样比较快 深打几个字 ok 然后 这排的话else else的话呢 就是答错了 答错了这样 这个call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呢把它改一下 ok 然后但是继续填 继续填的话呢 那就是把它enter一下 然后怎么样呢 继续填 就是拿这一行 直接复制到这里 然后把它back一下 delice一下 让它ok 这样的话呢 等于是把上面这个 再让它再输入一次 基本上 我们程式应该就大功告成 ok 你应该可以看懂我在改什么 就是 其实同样的东西 只是换到不同环境里面 那差异只是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那个清单 是换成到这里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 那个什么呢 乱数的话改成这样 那最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大家就ok 那就大功告成 我待会也会把这个 程式贴到云端给各位参考 那执行一下 九代也是多少 随便 先打个错误的 没答错了 它又跳出来了 然后再输入正确的 输入看会不会出现 会不会跳出呢 答案正确 跳离 答案正确 糟糕 它只会答案正确 但是它一直跳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忘了写一个 as do 就是那个break 就是那个break 你不能 在python里面是break 但是在那个 因为我一直是 do file e 一直记 那怎么办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进到这个无穷回圈 出不来的话 请记得那个快速键 在VBA里面叫Ctrl鍵 按下去 再按下那个上方 上方右上角 叫break 或者叫pause Ctrl break 就是在这个状态 按一Ctrl break 它就停住了 OK 这个Ctrl break 你应该要记一下 因为以后 如果你到无穷回圈 你跳不出来的话 你就按Ctrl break 它就停住了 这个书里面好像 我印象中也没有书 写这个快速键 就是让它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就只好强制关了 强制关的话 那就要重来 OK 所以Ctrl break 好 增错一下 它就停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自己再补一行 这个就是 break 就exists do 就可以了 特别说 exists do 其实就等同于break 那之前本来 我交一个叫fire when 那里 最大的问题 它没有exists fire 只有exists do 所以很奇怪 所以很奇怪 VBA干嘛弄两个 然后一个有一个没有 那是什么 你干脆就统一一下 所以以后如果说 你假如说写 所以一般人比较习惯用 do file 加一个loop 另外有一个是fire 加when 有没有 wend 那 干脆你以后干脆就记这个 do file 加一个loop ok 这样的话呢 那它就 A58 看一下到这边 答案正确嘛 然后呢 就跳exists do 跳出来 有没有 ok 所以记得喔 如果你有一个什么 do file e 然后一句话 有个exists do 不然的话 你就会变成无穷违圈 ok 然后就把它全部执行 就ok了 那这一段的话呢 也把它复制好了 然后把它贴到 那个云端上 给各位参考 我把它放到 到 这边 ok 已经贴了 刚刚已经写过一次了 我再重贴一下 ok 那这边的话 另外的话 其实剪刀的时候不严 同一可证 只是说 如果 假设你今天 不想要放这边的话 当然喔 在VBA里面 优出了阵力 只是我觉得 先写这好了 方便先还给各位 那放在Sales里面的好处就是 他比较看得到 也比较能够理解 不然我发现有些同学 对于那个所谓的串列啦 阵列啦 这种东西 因为他放在记忆体里面 你是看不到的 在Sales里面 其实他也是一个阵列 只是他是看得到的阵列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建议是先了解 然后把这些概念喔 先把它理清 以后的话 你在做程式撰写的话 会比较能够 我觉得错误的机会 比较少一些啦 ok 那当然慢慢你会 比较喜欢写程式啦 ok 如果你可以做到 喜欢这件事情的话 我相信你以后会 进步的幅度会很快 最怕的是很多人就是 因为 就是一些挫折吧 然后慢慢会讨厌他 因为有挫折感 我跟各位讲喔 真的 写错程式是经常有的啦 没有人说那么厉害 一次就全部写对了 除非说 你要不断反复演练 像我们已经写到 可是前面我们 失败多少次别人看不到 可能失败个十次 或者是一百次都有可能 最后一次成功了 ok 那其实乐趣也在这里啦 因为有时候真的写 写不出来 就觉得很 很头痛喔 不过尽量还是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写 我刚刚只是提供给各位某部分的参考答案 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以后只要是串列 你会改成 那个Excel里面的范围 就是那个用Sales来表示 那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 那个Random Range 可以改用RMD函数 那RMD函数 这个产生乱数 每一种语言都有 你要理解 所以我刚刚讲 它产生是0到1之间 会等于0 但是不会等于1 所以呢 我们会配合RMD函数 去把它的小碎点去掉 再看你要从第几个字 从1开始就加1 从2开始就加2 一直在里推 那试一下喔 很好 好 嗯